诶 前科想不到吗 哈哈 世界第一 就是这么强悍喔 呼呼 诶 想不到吗 哈哈 太神啦 嗚 诶 诶 你只要少喝一瓶麦香奶茶 就可以直接加入了 有这么多贴图刷下去 吃电脑 特卡 LINE贴 打电动 写生日卡片 跟阿沁见面 请你吃饭 录祝福影片 这么好的奖励 趕快一起加入阿沁的频道会员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沁 KC杯世界第一的牌組居然是電子龍哦 那其實原本阿沁是前天要來介紹這個 KC杯世界第一的牌組哦 但是我前天沒有發片哦 因為我那天真的是身體很不舒服啦 那加上我的喉嚨呢 呃其實也都還在休息中哦 所以就延到今天還來介紹啦 那我的喉嚨已經好的快差不多了 應該再休息個幾天就可以完全康復了 感謝大家的關心啊 那今天要來介紹這個電子龍的主法呢 哎其實跟想像中的還是差不多的哦 那因為風暴現衣 所以他也放了一張哦 那唯一比較特別的是啊 第一個他的電子負荷融合只有兩張 哦居然只有放兩張哦 那他有塞了一張這個波紋防護照 哇這張卡真的是很猛哦 而且而且他是非指定的 那 KC杯有些人會放一些就是像月光哦 前師名就有蠻多的月光哦 所以如果像是遇到劍虎雞的話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波紋防護照哦 或者是還有帶另外一張深月炫告者啦 都可以非指定把這些怪獸給處理掉哦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法算是 呃還蠻不錯的哦 那其他的組成呢 這個啊三月書三語炫就不用多說 還有三張這個融合之門哦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土豪哦 電子龍只能說是越來越貴啦 即使被砍了這麼多刀 還是可以拿世界第一哦 所以這一套到底有多強呢 我們就來實戰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就開的吧 go ok 來到門底場遇到傑克 好這一場是後宮哦 那 啊 竖定他先攻教技神兵 我們就可以用 聲音宣告者解掉了 會不會啊 果然哦是共鳴者哦 但不知道他會怎麼樣展開哦 惡魔共鳴 哦直接叫死靈騎士哦 還蠻聰明的 比方共鳴者 特招瘋來王狂懶 赤龍生龍 列圖ライジング ドラゴンの モンスター 拉上來然後再特招 好 モンスター モンスター 効果 発動 tuner monster レッドリゾネーター レッドリゾネーター 効果 発動 哎呦 紅布召喚 暗洪惡魔龍 tuner monster 然後 又叫赤虹共鳴者 紅蓮心心龍啊 哇哈哈 紅蓮心心龍啊 哇 那就很抱歉啊 直接深淵宣告者 我看一下 龍竹暗屬性 暗屬性 龍竹再見 拜拜 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 太神了 來抓人工腦融合支援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來發動人工腦融合支援 ok 好這樣就好了 來發動技能 變紫色奧義 兩張 融合之門 來 這裡直接融合 千和暴走龍 ok 千和暴走龍登場 好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 對兩張 ok 來吧 再融合 電子終結龍 哎 傑克想不到吧 哈哈 世界第一 就是這麼強悍哦 呼呼 哎 想不到吧 哈哈 太神啊 哦 哎 來 哦 最後一集下去 呼呼呼 太神啊 哦 哇哦 可以哦 我們來打下一場嗎 ok 來到我們 第二場 對方 對方是Hero 哦 ok 蓋一張結束哦 哇靠 那 我想一下 應該直接打三下他就掛了吧 哎 但是我沒有融合哎 我沒有融合哎 那我要開兩張雨炫啊 宇宙旋風捲 然後再開一張雨炫 再捲 ok 那我們就可以來開技能哦 好電子融合 好電子融合 來 抓門電子負荷融合 對方直接投降 好馬上打下一場 ok 來到我們第三場 又遇到傑克了 傑克又要被我鋼了 這個棋手哇 我們的棋手很好哎 哦這個肯定又是屌虐一波 誤換共鳴者 可是如果 又是像第一場一樣 叫出紅蓮欣欣哦 其實說真的第一場他玩的真的還 非常好 因為攻擊五千的話 其實電子龍基本上過不去哦 所以第一場 我們遇到玩家也算是 非常完美的起手啦 只是我們剛好啊 手上有那個深淵哦 所以就直接把他送下去了 不然基本上我們應該是直接死定了 好 永遠共鳴者特招 風來王 特招 ok 全部召喚 蜀融 善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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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他哦特蒙斯特劉卡 阿蘇 中南文斯特再掉一波 列車里的內丸劉卡 再補一波 哎直接結束了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 不難打哦 我們現在來跳電子龍 ok 好 發動人工腦融合支援 好 來電子是奧義 ok 我們先來龍這個 煎河暴走龍 好 發動效果 對兩張 好 來 再融合 直接電子終結龍了哎終結龍 終結龍應該可以吧 終結龍感覺蠻痛的我看一下 哎終結龍啊還好 我們叫 我們叫這個雙生龍怎麼樣 我想一下哦哈哈 哇怎麼一回殺啊 終結龍打 打三下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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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零零吹二 嗯 嗯 好像 可是終結龍比較帥哎 啊叫這個好了雙生龍 你家應該可以吧 我不確定能不能一回殺 我還可以再龍哦 沒關系 這樣就好 來 攻擊 打一下 打一下 再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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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一集 哇哦 還是可以一回殺 太神了 哈哈哈哈 酷哦酷哦 好我們來打最後一場吧 ok 來到我們 最後一場 好 最後一場 居然是內戰哦 那 其實我們那個騎手非常爛哎 洗手非常爛哎 要不要直接結束啊 哈哈哈哈 好像直接結束哦 來直接結束 如果他可以幫我們秒掉的話 就沒辦法了 哎呦 看起來是不行哦 水哦 那 呃我想一下 哇我這邊也沒辦法壓哎 哇這邊有點尷尬 我這也沒辦法融合哦 哇 哈哈怎麼打 只能先 只能慢慢來了哦 慢慢來吧 好蓋兩張結束 因為 我們只能壓一千嘛 啊壓一千你也沒辦法 開箭融合哦 所以電子龍 卡手的話就蠻慘的 你看我們現在這張卡哦 他拆我們的風暴 哦又雨炫又拆我們月之書 啊 啊 啊 我可以電子4號1 好融合之門哈哈哈哈 事實證明啊 這一套還是會卡手 然後 真的是怎麼說 一個運氣遊戲吧 你看我們 我們運氣不好還是直接 直接被秒掉 所以 這一套會第一我覺得是 呃 真的是 用肝換來的吧 我覺得 真的是用肝換來的 非常的 非常的猛 還可以打到八萬多分哦 那我今天這幾場玩下來 其實勝率 真的算蠻高的哦 電子龍絕對沒有 大家想像的這麼卡手哦 所以其實也還不錯啦 所以就介紹這一套給大家哦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今天 啊請點別貓 對個喜歡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好每天上次的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慶分 那我們就 明天見 記得哦 乖乖 好久 站在夢中注重我只剩一塊點逃脫